如果真的情投意合 你怪過閨密也不能怪 她是很大愛的 我都成就 成就別人的愛情 如果這麼情投意合 兩個都做不到朋友 沒辦法是要成就 但是做不到朋友 我想我可以 我想我可以 因為我覺得不用執著 如果那個解決是解決得漂亮一點的 都說可以更高興 如果解決得很噁心 應該見也不會見 十幾歲 二十幾歲 或者你一段關係裡面 可能面對同一個人 層次和程度是不同的 一些關係是需要經過一些關口 或者磨擦 你會看到更不一樣愛 我都不希望每個人要經歷 人的通一事 通到某個位 你可能會只看到對方 忘記了自己的痛苦 對方也很痛苦 剛才那個問題也很好 是不是一定有這些 當中有傷害 就不能夠再一起 或者再重新 我覺得未必是必然 就是看你怎樣看愛 以及你自己怎樣 珍不珍惜關係 我都叫著你抄下來的 每次叫你小心點 都給我發瘋 你有病啊這裡 沒有人想跟一個好制服 一起啊 這個 這個好看的地方 他看得來就不是 就是說他是一個 一面倒的壞人 他表現跟他內心 很多時候有很大的落差 反而你對他會有一種的憐憫 他這種去到這麼極端 尤其是為了愛 去到這麼極端的這一面 對愛那種執著 那種放不下那種恨啊 那跟我自己的性格 就真的很自然不同